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姐妹,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上主请给我教授你的规矩 圣名119篇26节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就是讲耶拿米亚先知所处的犹大国 被巴比伦王第一次入侵 把地方上那些贵族 有能力的人 全部都充军 去到巴比伦 好使得他们不容易造反 同时就立了一个快女王 七德黑雅 叫做统治主,即是自理主,看主 但是与此同时 当然人民在痛苦当中 在想,什么时候天主来到呢? 復兴我们,帮我们 解决我们的群境 有个人说自己是天主派演 叫做哈勒尼亚 他说好听的说话 是,天主很快就会解救你们 那些人很快就会回来 被冲军的人 被巴比伦王拿了那些 电宇里面的器皿 和性器 很快就会回来 没有问题的 耶拿米亚就督寸他 喂,不是天主叫你来说的 你这样说话 欺骗了百姓 不单止这样 你还代天主说话 这个不对 犯罪 所以天主要惩罚你 要你死 果然是这样 我们的圣经金句 正前说出什么呢? 就是提醒我们 谁是有权 真正有权威 去解释天主的戒律 天主的规矩 当然是天主自己 以及他所派演来的人 在旧约里面是先知 而在新约里面 就是圣子耶稣基督 耶稣带来圆满的启示 在他的言行里面 真是教授了我们 他的规矩 什么规矩? 爱的规矩 所以耶稣邀请我们 彼此相爱 好像他爱了我们一样 即是爱我们到底 永不挽回的爱 所以当我们 重复这句圣经金句的时候 这是一个祈祷 求天主教授我们 他的规矩的时候 让我们也努力回应 真的 彼此相爱 学习耶稣那份爱 我们的爱 爱到底这份爱 不容易的 所以 为何我们要祈祷 求主教授我们 让我们 不会叛徒而揮 又或者 以为 识背圣经金句 就会生活出来 不是这样的 让我们努力地 学习耶稣基督 上主 请给我教授你的规矩 圣语 119篇 26节 3 8 4 5 1 3 9 2 9 9 0